本集是第27季第... 第... 第9集 第8集 好,今次很久都没有... 本来我想说今天... 其实之前也准备了一只 Black 13的红人想介绍 不过基于这个半部的关系 所以那只我直接进了仓 不要紧 我们接下来也会顺便介绍一个叫保元 为什么呢? 其实如果大家有玩Black 13的话 毒蛙和这个鹿 印象中就没有出到这个附鹿 即是这个... 这么精彩的... 算是... 半身杖摆设 对... 半身杖摆设 哇... 多方便 好了... 其实也是很快的 跟大家介绍一下 可以做一个厚一点的long shoot 因为我想拍下下面 是的... 当然了... 其实一罐的... Black Laboratory的盒 基本上用这一种半身杖的表达方法 都是会用这个盒的包装 所以我就不多介绍了 亦都用了John的一贯方法 每一个都会有Black 13 Park 本身就着那个character的一个骨骼 骨骼内脏的半身透视图 是非常漂亮的 不过可惜地 虽然它这个是特别... 算是特别版的铜菌包 好了... 但是... 今次是没有签名的 好了... 算了... 算了... 真是每一件看一看 比较早期推出的毒蛙本身的一个... 半身杖 相对性地简单 你看到一块胶牌 摄石 真是用一个... 很适合位 这样就对了 这样看就会移体一点点 看见都是跟回他们自己的世界观 将人类和动物的基因结合之后 一些士兵的内脏弹出来 好了... 会见到本身这半只毒蛙的构造 胸骨、肺、肠、上半截 都是非常清晰的 骨内的相色很仔细 是的... 见到骨的偏黄颜色 以及截位的一些深色的阴影 都做得很仔细 后面就是一些筋肉的编排和脊骨 想说它不是对解架的项目 有兴趣 不行... 是的... 见到本身毒蛙的側面图 由头的蛙组织 慢慢由下半身变成人类 会见到一个横切面 就是这样的 说多一点点 如果大家一直都有存在这些 我算作是特别版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看到 其实 John本身有哪些地方是偷工减料的 我们不要叫偷工减料 其实是有什么共通的部分 如果你见到头以下 或者叫颈以下 基本上都是人类的构造 所以你见到它的编排 又或者构造是一样的 由颈以上 便会见到明显的分别 脑、嘴、咽喉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 好 拍上去 差点拍错 搞定 非常实质 好 这边 便到纯绿了 这样好像更容易看 精彩吧 至于绿 纯绿呢 同样地 其实本身纯粹说 Black13的人物 他真是人 其实 比较受欢迎 和比较早期的 就是这个 红绿 下半身 下半身 刚才说了 基本上这一截都是 普通的 刚才的内藏 亦都非常清晰 和大家介绍过 如果大家有追开 Black13 part 的1比6 的figure 这一对 叫做 補完之前 没有出过 我相信所有朋友 有追开 都应该 一定要有 先生 大约多少钱 我都想问 钱 不要说了 我一直都不太想说钱 一千元 一千元 我给一千元 你买一只给我 一千元一倍 这里是一只 这里是两只 没错 一只盒 一只盒 有一只盒 一只盒 有另一个盒 在那边 有兴趣的 我想 carousel 其实都不太见 我都不差 再说过了 有兴趣的 你自己找一下 brothers hobby 我很白 我是在brothers hobby 买的 是网店 是网店 是 本身 它其实都扎根 在日本 大家有兴趣 就搜索brothers hobby 他是香港的代理 如果喜欢brothers 300 不妨可以搜索一下 还有本身 其实刚刚 John 都展示了 一个新的作品 《猩猩》 今次这只 我都可以多说 这只猩猩 除了有 一如既往的内扣之外 其实之前 你见我介绍 brothers 的figure 她的头是最精彩的 你可以拆光 看到眼球 再拆开 看到肉 今次拆开 看到一个駕駛倉 駕駛倉 我没说错 里面再有一只猩猩 是做駕駛员的 哇 神奇 还有今次 身体有很多 亮灯的地方 所以变成了这只 真是说出货的时候 我希望到其时 真的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 它是一个 类似穿衣服的12寸 Gordy 其实和我之前介绍的鸿银 是一模一样 OK 但今次多了很多肩银 大家拭目以待 对了 John的粉丝更加要留意 好 好 完 是否很快呢 好 下一只 好 我先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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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7 等下 7 7 7 5 6 感谢观看